國瑜大會 他們是南京東路有一個大飯店 叫六福皇宮 那麼從去年的這個停業之後 就空置在那邊 那造成整個商圈就暗掉一大塊 會成為鬼城嗎 因為有人用這樣的形容詞 來形容那個地方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六福皇宮是南京東路三段 台北的重要地標之一 可是問題在於說 六福皇宮他們這麼移動 大樓跟土地他不要租了之後 大家就想說 那如果你很快 就找到下一個承租方租出去 那可能就沒有差 可是問題是說 你如果再控租下去 再控租下去 再控租下去 這麼一大塊面積 繼續控租下去的時候 你想想看 南京東路三段 等於有一大片沒點燈 沒點燈 暗面摸在那個地方的結果是 大家會認為說 那個商圈有沒有沒落的可能性 這個我必須講一下 六福皇宮 他是跟國泰租的 所以他不是租金的概念而已 所以他的營收是要抽趴的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很恐怖了 對 但是光租金看你也很恐怖 為什麼 因為他的年租金是要將近五億 如果你用現在去看的話 半個月就他的房東國泰人壽來說 就大概損失兩千萬的租金 一個月大概就可能會產生 四千萬的租金的損失 但是問題是 如果這樣的損失到商圈 變成所謂的鬼城效應的時候 這個損失就不是只有用租金來算而已 他的損失可能是潛在這個商圈 大家一起落後的損失 所以問題在於說 這一塊他本來價值有多好 我們看看這個地方 他堪稱是指標之一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過去六福皇宮 在這個地方經營的還算很好的時候 他對面曾經有過這麼一塊一千坪的土地 這一塊土地主打的是 第一 地點是南京東路三段 第二 這個地方有好的地標叫六福皇宮 第三 很多人要找四面佛拜拜 因為到這裡來 這個是開玩笑的 重點是這一塊土地你可想而知 有地標的作用 有價值 所以這塊土地曾經怎麼樣呢 雅興建設跟宏泰建設 他們是聯手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 他們對於這塊土地的開發的未來不一樣 雅興建設覺得說 這邊當然要蓋豪宅 那宏泰建設認為說 這麼好的一個土地 在台北市算是精華稀有 而且蓋辦公大樓比較好 他後來是蓋成辦公大樓 他後來蓋成辦公大樓 然後在2008 2009 雅興建設需要現金的周轉 所以他就賣給了宏泰建設 在當時 這邊也算創土地的高價 一坪490萬把它買下來 所以你看這麼一塊重要的土地 可以到土地價值490萬 顯然這個已經是怎麼樣 這已經是一個黃金地段的行情 所以他後來把它蓋成什麼 他又有捷運連開的效應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 宏泰的國際金融中心 他的商辦的租金 我們講一下 他商辦的租金每平 也在3000塊以上 不便宜 所以你就會發現 當這兩個在這邊的時候 一個是國際金融中心 一個是什麼 六福皇宮 兩個在這邊構成 南京東陸山段的兩支巨步 兩支巨步踩在這個地方 可是現在問題在於說 這一個商圈的兩大巨步之一的 六福皇宮 他現在如果停業這一段時間 還找不到陳租方的話 這個商圈你有沒有發現 兩個燈掃一個燈 但是碰越久很確定的一件事實 是對商圈越不利 尤其是什麼 我們要講 六福皇宮當初所在這棟大樓 他的設計跟他的發展 其實還蠻奇怪的 怎麼說 在這麼一大塊的土地 通常在台北市區 要嘛蓋飯店 要嘛蓋購物中心 那要嘛蓋大樓 那蓋住宅再賣 這三種可能性 這個地方要做住宅 現況看起來好像是沒這個規劃 那你說要做成購物中心 那個信義計畫區跟東區 已經很多了 那你這邊如果要做飯店 對不起 我們本來想說 六福皇宮是飯店 應該OK 可是你看看 六福皇宮的設計 它裡面有很多的電扶梯 我們到國外的飯店 電扶梯理論上就是 一樓 二樓 三樓 有宴會廳的設計 但它裡面電扶梯有很多 甚至六福皇宮 還是國內唯一有電影院的飯店 那麼這樣的一個設計 顯然好像跟主流的大飯店 好像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的設計 它的房間數只有228間 它跟我們在國內看到很多 都是要四五百間房間數 以上的飯店的格局 顯然也不一樣 所以它這樣的一個大樓格局 在業內 業界就有人是認為 這樣的格局會限制 它陳租方的可能性 但是問一下大權 這個地方黑掉 就會整個變死城嗎 這講得也太誇張了吧 就如你說的 其實南京東路要黑掉 就黑一陣子了 但是你要全部黑掉 大概機會不大 這塊地不要忘了 還有一個重點 中華民國的房地產 就是從這塊地開始的 當年國泰建設標下 華航旁土地就這玩意兒 是 那個時候你知道標多少錢 九十幾萬 剛剛清華講 那塊地現在對面賣多少錢 四百多萬對不對 所以國泰根本沒有差 或許幾十年七十幾年的房地產 就是因為這塊地起來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講 就是說真正講回來 坑越久 要看地段了 你是不是放越久 你的含金量會越高 我們就要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在哪裡 大家一定很清楚 廢墟大樓之一 信一路安河路口 芝麻酒店 這黑好久 我都覺得有鬼了 你旁邊經過的話 因為它就破窗簾在那邊 網上看了真的會害怕 它光是 它從最早 它芝麻酒店倒到現在 是三十幾年 後來還有開過KTV 那個KTV是 當時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我跟超哥我們兩個都唱過 二幾年前唱的歌 你看一講我們多老了 一定要這樣嗎 這問題就是黑掉了 黑掉 你看黑了多久 多麼蛋黃中的蛋黃的區塊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 因為產權太複雜 那現在集美建設已經談定了 它現在都庚 已經開始進入到 一些事業計畫階段 我們要回來講 如果二十年前就搞定的話 你說安河路一平拜多少錢 了不起八十 你覺得現在搞定的話多少錢 兩百多 所以當然你時間也是成本 各方面整合的資源也是成本 不是 它真的拆掉好了 因為不然就是一個 每次經過那個地方 其實你看隔壁那個橋幅 就也很貴的 可是對面這棟就是一個暗掉的 它就是個都市之流 你過去如果印象還早一點的話 仁愛圓環是不是有個財神酒店 那也是空了好久的 好不容易台信銀行 才把他整合下來 所以這個其實空久的話 還是看地段 所以我們也期待 他未來能夠稍微有新的一些機會 第二棟我相信觀眾朋友 只要上高速公路 在建國北路那邊 一定會看到這一棟 這種太經典 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要上高速公路在左邊 我們下高速公路的話 在右邊就是在哪裡 建國北路三段民族東路口 過來一點點 這兩棟非常厲害 就放著 它蓋好放著 其實我以前在中廣 經常會同地下經過 那好多那個遊民呢 就在底下 是 它放多久 放了32年 多可怕的一數 就蓋好32年 蓋好32年 為什麼 也不租也不賣 也不用 也不租不賣不用 當時為什麼 32幾年前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時候 台北市長李登輝先生 說要開增控地稅 人家林氏家族醫生 就兩個字 賭什麼東西的 就把它蓋起來了 然後你看 你仔細去看 它的材料上面是石材 下面是石材 用的材料是很好的 32幾年除了說一些磁磚剝落 它大體的結構各方面 沒有什麼問題 好 現在問題來說 它根本不在乎租金了 人家族有的是錢 控了那麼久 大家都在想說這一棟 你說打掉也可惜 拿來用一用好不好 去年才開始有一個資產管理公司 把它提出來 就一到四樓未來要做包租貸管 人家還很不甘願 他說你要全動嗎 不要 我只讓你做個一到四樓 一到四樓什麼概念 旁邊是建國高架橋 剛好最吵的那一段 最吵的那一段 人家就沒欠錢 人生最大的遺憾在這邊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這種都市之流 當然也要看地方 其實我覺得政府要介入都更 讓這種商圈有機會復活的時候 其實這不是說個人資產的問題 是說它產權複雜 政府是不是要有些新的手段 讓城市的機能能夠活起來 而不是說今天真的租金房價差多少 我覺得那個還是次要的問題 可是這是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人家就是有錢買蓋著房子 放著不行嗎 對不對 是啊 你也不能怎麼樣 但是如果會有什麼消防 或者什麼安全的話 可能就要處理 對 這種就要管理 那問一下燕麗 大安區 因為這邊都什麼黑掉的地方 大安區是蛋黃中的蛋黃 黑不掉吧 可是有時候這個租金太高 然後如果這個店家的營收 又沒那麼好的話 那確實這個房東承受壓力 就比較大 我們先來看一個 比較全面性的一個統計 這個最新的統計是 全台灣貸租的店面 現在有1.2萬間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是大幅成長了9%多 可是租金每一坪 每一坪的價格 從1750多塊錢 掉到1600多塊 換句話說 就是你貸租的物件變多了 可是租金在往下掉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房東面 有一些因應的策略的話 我想要順利租出去 會有一些難度 那其中這個調查 顯示出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意義就是 大安區的貸租的店面 數量最多 600多間 所以稱呼大安區是 這個空店之王 一點都不為過 其實就是桃園跟中山區等等 好 那這個媒體記者 我覺得很多記者 真的是發揮實地 這個考察的一個精神 有一個媒體記者 他就去查了 真的是走一遍 他發現收購商圈 到這個敦化南北路這附近 空置率最高 短短250公尺 有50間代租 空置率高達15%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蠻容易理解 因為收購商圈那附近 就是好幾家百戶公司 如果說你是小店的話 你的極克力又不好 被吸走了 那你的餐品又沒有特色的話 那很容易這個業績就不好了 所以其實 因為我自己常在那附近出沒 你就會發現說那附近 因為空出率比較高 所以不是特賣會 然後這個小巷子裡頭 就是一些手搖引 夾娃娃機等等 好 可是有一些 房東還是對自己很有信心 對自己的物件超有信心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一個例子 長春路 其實靠近這個金華酒店商圈 長春路有一個物件 大學哥一定很熟 984瓶金店面 大家都覺得說過去 長春路有 長春路哪一段 靠近那個金華 它其實算是金華酒店商圈的附近 過去大家就會對這個 這附近會印象比較深刻是 金品賣得還不錯 因為之前很多外國人 還有一些八大行 這個當地的行情附近是1800 跟你算3000好了 對 算3000 它要租Double 6000 對 而且它是123樓 你樓上樓應該便宜一點 折算出來 所以這個恐怕很難租出去 對 因為房東是外資 他一直覺得說他的地段好 他不怕空窗期 所以可能還要再看看 因為目前確實是有點挑戰性 剛剛提到就是娃娃機 其實這幾年 娃娃機大幅崛起之後 因為有一些店面不好租 所以反而娃娃機就趁勢崛起了 像去年的話 娃娃機全台超過7000多家 1到11月 繳的營業稅是高達2.5億 可是去年就因為蛋塔效益 整個就是大崩壞的一個情況 像現在媒體就有報導說 有些台主他本來一個月的收入是 1萬多塊 現在只剩500塊 然後我們財政部又開始說 你們過去幾年賺很多 我要來查稅 這個追稅補稅期長達7年 所以很多台主就開始想說 那未來如果我的收入不好的話 我是乾脆收起來倒閉 所以現在很多業界的人 就要討論說 如果連娃娃機都收掉的話 他就是房價崩潰的開始 好 問一下高超 台北已經被這樣子講完 感覺已經是又老又窮了 對 那竟然又老又窮 又叫做產培一條街 這個是在我們內湖地區 因為這個地方距離 說實在 它是一個滿足的大坪數 而且是吸引了非常多影劇圈 投資資產 目前聽說是徐乃玲 姐姐 鄰居姐 潘若迪 還有包括呂玉芬 趙又婷 聽說還有一個叫余美人 我們等一下現場求證一下 我知道 就在這個左右六大藝人資產 對不起 我們看2017年 2017年大概是出售的七筆 結果賠了 那個時候是最低 最低賠了一戶 我賠了478萬 最高賠了1768萬 是在2017年 2018年又出售五筆 到今年出售兩筆 今年出售兩筆是什麼 平均是賠545萬 最多賠1455萬 換句話 產賠一條街裡面 三年裡面總共出售12戶 沒有一戶是賺錢的 最高最高賠到1768萬 是五旗對不對 它是五旗 因為它距離Costco 距離大人發滿近的 而且這附近有很多是電視圈 所以它有高速公路 另外還有環東大道 所以非常的 我覺得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條會慘 因為什麼 內湖已經買不到地了 為什麼 過去非常飆 大家都喜歡住哪裡 內湖最喜歡的是 四旗重畫區 都是別墅區 但事情重畫區飽和的 別墅飽和的 這些錢 他們想說買不到 我就乾脆在隔壁 內湖武器買大樓 大樓 偏偏這邊大樓 就是蓋大坪樹 在2014年景氣反轉之後 2014年以前買的全部套牢 我們看左側那個表格 沒有 你看2018年成屋排行榜 不是嗎 北投中央北陸42萬每坪 VANGA黃河南路 黃河北路那邊48萬 這個萬華東元街50萬 北投大樓50萬 內湖行善路50萬 換句話 這個產培條街最高的時候 有一筆開價96萬 後來什麼 跌到76萬 現在再跌 跌到50幾萬 請問你說好東西嗎 現在竟然這個 內湖產培條街賠到哪裡 賠到萬華的東元街 你說奇怪 萬華東元街這樣的環境 不是遊民一堆嗎 或者說比較複雜的小巷 那這個這麼大的格局 這麼大的布料 又有這麼好的地方 叫產培一條街 產培培到變成什麼東元街 你相信嗎 這沒辦法 因為什麼 那邊自產客太多了 聽說很多人都在海外 等於說是基本上 有一戶兩戶無所謂 所以這一邊那邊 過去是非常好的地點 現在沒有人敢進駐了 經過本節目再講 三連賠12戶都是賠 最高賠1700多萬 請問你要敢到那邊自產嗎 不敢嘛 先跑先贏 掃賠就是賺 不過我們今天有郭老師 來我們的現場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實價登錄的修法 門牌全都錄 預售屋即時登錄 為什麼突然喊咖 其實我覺得這個門牌全都錄 這件事情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實價登錄 它所揭露的是一個 那個房屋的訊息 並不是屋主的訊息 不過可能是因為考慮到 那個個資法的問題 對 可是還有一些 比較高資產的人士 他有一些顧忌 事實上像我們現在房仲業 還有一個不讓人顧駕師 其實我們在很容易 就查到個別的門牌 然後如果說這個 預售屋的實價登錄 其實我覺得這一塊其實是 很偏向建商跟投資客 這樣讓他們其實會有 比較多的空間去操作價格 是 所以現行的法令 跟這個修正的一個方向 其實有些是乾脆就 沒有朝那個方向走 對不對 因為反彈很大是不是 這兩件事情為什麼會大轉彎 我實際問過 負責這個政策的某位官員 因為我講很模糊 大家都知道是誰 有一種職務的 我就問過他 我說你今天這個問題 隱私的問題重不重要 重要 就不要講別的 你現在Google余美人 在哪的時候買過什麼房子 他後來賣了多少錢 為什麼查得到 就查得到 不應該 不應該 藝人 名人的隱私是不是隱私 不是名人 任何人的隱私都是隱私 是吧 OK好 今天問題我們二類藤本上面 只會出現余叉叉 他不會寫余傑余美人 對不對 他也不會寫甜叉叉 不會講甜大全 問題是 我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現在就拿起手機 你Google周杰倫在哪裡 買過什麼房子 什麼時候買的 什麼時候賣的 多少價錢賣的 清清楚楚 我請問你 這個東西叫做隱私嗎 為什麼查得到 我跟他講 2.0版要全都錄 1.0版 內行人還不是一樣 查得到 全部都 全部都查得到 OK你政府的機制問題在哪裡 當時那位長官告訴我說 不能因業廢食 不能因為工作 因為房地產資訊主義 公共資產 不能因業廢食 我們會在技術上修正 技術上修正 結果現在是轉完了 轉完了 事實上我要跟大家說 能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實價度 大家怕的是什麼 買房子就是怕買貴 所以一定要殺價 對不對 我先告訴你實價在那邊 你殺不殺還是殺 我先告訴你成交價在那邊 你還不殺還是殺 因為你不殺價 你睡不著 事實上你殺的是真的假的 我們之前談過一個重要的關鍵 跟觀眾朋友做一個很重要的教育 一般台灣的房地產 大概一年成交27萬 像去年成交27萬戶 平均大概3% 一個社區如果100戶的話 他成交3% 就有三個數字定在那邊 對不對 雲門人小姐手上有10間房子 我今天就在半年之內 幫幫幫賣 賣掉三間 OK這整個社區怎麼查 都是我的價格 這學問來了 如果我要進貨的時候 我就刻意賣三間賣很低 然後我就進貨 我要出貨的時候 我就把自己的房子賣給我 對不對 我們價格 就賣高高 自己人賣給自己人 把價錢做高 一坪加個5萬 是不是你賣給我 那問題你就出貨 這件事情 你跟時下登錄有沒有辦法解決 你沒有辦法解決 你沒有辦法解決 預售屋今天30天要處理 我請問各位 你真的想買的人 你今天看到預售屋價格 你殺不殺價 你還是殺 你不想買的人 或者你想等的人 我就再等一個月 我就再等一個月 它會影響到市場 正常的機制運作 所以我覺得要回歸 基本上 持價登錄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大家不要把它 撕好為成為打房的 什麼策略手段 我覺得那就複雜了 那也不應該這樣做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知道 江蕙買了一個四點多億的房子 四點多億喔 這是什麼房子 聽說是 目前來講 已經快要碰到彭淮南 房線的一個價格 帶回來 好 問一下這個 超哥 江蕙買的這個房子 有多少錢一坪 我們先講 江蕙2015年封賣 可是最近的訊息 比封賣還震撼 因為他買到台北市 最頂級之一的 所謂的信義年齡的豪宅 第27層樓 那第27層樓 他總共買了總價是4.27億 這一棟好像很高 這一棟有大概31層跟35層 兩棟 基本上 我看到江蕙買了281萬 大家覺得說281萬 這個指標到底是怎麼樣 快碰到我們前央行總財 澎淮南300萬的房線 事實上這棟大樓裡面 到目前為止實價登陸 已經賣出去11戶 江蕙排名這11戶多少 第幾名 第5名 原來第一名是在這裡 在這裡徐福聚賣糖果的徐城 他買的基本上32層樓 兩戶 那他的價格是多少 299萬一坪 合理 因為他高樓 最高樓層 對 但問題是 他32樓並不是最高的 這一棟裡面還有35樓 所以33 34 35 絕對破什麼 彭環那種所謂的房間 因為有可能 因為你35已經299了 對不對 因為再往上還會再加 所以大家281到299 基本上江蕙也是 風邁雖然做 但是什麼 訊息很大 好 我們看這棟大樓是 新一年齊 叫灣趴台北 那這棟大樓裡面 到底有什麼 當然人家覺得很吸引的地方 這一位 叫做Kelly Hawkes 叫做英國皇制的設計師 美人女的偶像是誰 足球金童貝克漢 他設計的 他設計貝克漢 那威廉王子 德加 你講清楚 因為這是一個設計師 他不是設計他 你看我講貝克漢不好 你就非常有感覺 另外什麼 英國的威廉王子 還有凱特王妃的家 也是他設計 還有一個家是他設計的 川普 那如果這三個都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這棟大樓裡面 有沒有價值 另外一個叫做黑卡級的管家 什麼叫黑卡級管家 他們的原力建設就培訓一個 具有英國管家的執照 然後開始訓練一堆人 譬如說美人 你現在已經到車道 開車開到車道的時候 他就知道了 這個管家就知道 10分鐘之內 你要進門之前 管家把今天所有的信件 全部交給你 還有管家受過什麼 秘密的訓練 還有受過什麼 整個包括點餐 宴會 全部在這裡 而且最重要 如果夜貓族很多 24小時的客製化 尊榮的服務 不錯吧 好 那這個就是很稀奇 但是我們另外看一個豪宅 也是快2020年 總統大選時候 所以 所以4.27億是買一戶而已 買一戶 那它有三個車位 所以扣掉三個車位 價格 取來是281萬 叫4.27億 好 那這個棟豪宅另外 我現在豪宅有好幾棟 我們另外再介紹 大家就知道 BL4收購 宗孝東的復興 這一棟 蓋了 正義國宅 炎炎了19年 還死了一個人 一定要講這個事情嗎 人家現在已經是都市更新了 好 這裡面總共分三棟 有一棟財政部分回 兩棟 這兩棟蓋31層 地下7層 做什麼 做商場 6樓以上才住宅 預計2020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這個公開的時候 一坪超過180萬 好 那你說在信義地方 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複合式 叫做Diamond Power 大家都知道 好 在這裡面 問題來了 我們看下一張 所謂的三圈的大戰 這個是地點在這裡 對不對 好 等於說這是一個 中校復興捷運站的這個口 對面是SOGO 這邊是BR4 好 那你知道嗎 這個戰區 大家都覺得說就是像 複合式的這個豪宅 不對 SOGO準備進駐到這個 Diamond Tower Diamond Tower 另外星光也要什麼 進入 微風也要進入 請問美人 微風也在這裡 微風在復興 對 所以這個地方什麼 形成信義計畫區以外 另外一個什麼 商場的 大戰的一個地區 所以變成 未來台北市有兩個 一個是信義計畫區裡面 一個就是什麼 BR4 各位 所以為什麼中校東路的房東 空著他也不怕 他不怕 咱等 對不對 也因為口袋夠深 美人我跟你報告一下 這個SOGO對面 某一家有包子店 麒麟地 麒麟是零點幾瓶 喊到八百多萬 麒麟地 好 真的有名言效應 江蕙住的那一棟之外 大家以後經過大安盛林公園都知道 江蕙住這裡 對 那感覺也不錯 你在安盛林跑步 就可以看到江蕙在那邊 對 感覺很有Feel 晚上跑步也可以 我沒水 我沒水 這就厲害 接下來我們要講究厲害了 龍脈 這就厲害了 一個是我們的部長 一個是我們的副院長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名人效益 我們先看台中 台中其實很吃這一套 我們林佳龍市長 前市長他之前在買這個 郵具大衡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案子很厲害 他基地其實是在 台中市西區 大家聽台中覺得 最厲害的地段叫七旗 他不是最厲害的地段 但是這是一個很厲害的房子 因為一方面建商蓋豪宅的品牌 各方面沒話講 郵具很有名 郵具非常有名 在台中也是豪宅級的建商 對 OK 重點是在哪裡 林佳龍買了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那一年 在2018年 就成為台中十大豪宅 OK 他基地830坪 蓋35層樓 OK 厲害了 5到28樓是雙拼的 一戶是140到160 28樓到上面是一戶303坪 303坪的房子你住過沒有 回家打電話 才知道你老婆在哪裡 我跟你講 什麼概念 多大的房子 這個房很大 而且點非常非常漂亮 好 重點來了 在哪裡 他成交價最高 曾經到76萬多 林佳龍當時買的時候 大概是64萬多 所以當然可能建商會 稍微有小小的折扣一下 好 重點來了 建商自己也買 這個就有廣告效益了 對不對 我是建商 每人我算便宜給你 然後完了 我自己也買一間 那是不是帳面上大家都上來了 那我折給你的價錢 在這邊我就賺回來了 這講的都是公開的事 都公開的事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已經造成 台中的十大豪宅重新洗牌 這個房子很厲害 景觀也很無敵 重點是它有防空屋的一些 特殊的設計和裝備 這也害得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票便少了 也不方便再繼續講 OK 好 我講這個地方很厲害 南部就更厲害了 南部我們的奇邁哥 它這個豪宅叫做百利海洋帝國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你現在去Google一個 亞洲新灣區的照片 十張都有九張有拍到這棟 因為它就在新灣區的旁邊 以前還沒有 亞洲新灣區這個計畫的時候 它是高雄港第一排 所以它其實已經蓋很久了 蓋很久 屋齡快二十年了 屋齡二十年了 是老房子來的 老房子 老房子重點是你知道 它當時在賣的時候多少錢 高雄在二十年 兩千 新月兩千年的時候 最厲害的房子二十幾萬 那一般就是八萬 對不對 那現在的一般的八萬 漲到二十萬 那你覺得這種房子 應該漲多少 對不對 而且是無敵海景 我覺得高雄就覺得很不平衡 你大直豪宅看條河 我高雄豪宅看遍海 結果大直一百二 我二十 我幹嘛 我欠你 我為什麼少那個一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大概漲了 也差不多一倍多 二十幾萬 早到現在最新的成果價 48萬多 也增值了兩千多萬 所以我剛剛以為 你要講什麼龍賣在哪裡 原來是林佳龍跟陳其賣 就很厲害 龍賣的家 OK 可是我跟你講 新一計畫區還有一塊空地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空那麼久 為什麼沒有人要買 那一塊空地是在101大堂對面 叫D3 這個D3現在在做停車場使用 它號稱是全台最貴停車場 可是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在新一計畫區 一千五百多坪的土地 這麼的方正 應該要拿來開始做開發財對 怎麼會就空在那邊 變成所謂最貴停車場 它其實背後是有因素的 為什麼 因為那一塊土地 本來跟之前幸福人壽的掏空案 扯上關係 幸福人壽 就是在不能夠花那麼多錢 買不動產的情況之下 去買了這個土地 可是之後又涉及把它 賤賣給了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法院當然就去查購它 要把它拿來幹嘛 把它拿來拍賣掉 然後還給銀行來抵債 所以才造成說 那一塊D3的土地 控在那個地方 它一直一直怎麼樣放在那邊 那妙得是什麼 理論上你是不是應該拍賣 再把它標出去 可是很奇怪的是 它竟然拍不出去 拍不出去的結果 導致它從一拍 本來是160億 到後來三拍的價格是多少錢 是102億 中間足足少了58億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你就發現那一塊D 所持有的地主的那一家公司 出來抗議說 都是法院在上面做了 不當注記之後 所造成結果我們拍不出去 什麼叫不當注記 那一塊D第一次拿出來拍的時候 是160億 160億的時候 法院那時候認為說 那一塊土地 因為有人在租 所以他認為 就是說有第三人在使用中 所以變成第二次 在拿出來在拍的時候 上面加了四個字叫 禁止處分 美恩姐 你會去標一塊叫禁止處分 禁止處分之後 它就比較困難比較多 門檻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說幸福人壽 這個掏空案 人家資產其實也都在 所以法院司法界 還是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 然後重點是他從第二拍 我這樣講你懂嗎 因為他如果真正去標這個法派屋 他必須要自己跟高院打關係 所以他禁止處分 他沒有辦法再去套現出去 然後當他從第二拍走到三拍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是那個地主的持有人 假設這塊拍完 比如說一百多億 我拍越多 我是不是還掉債務的部分越多 可是被你這樣一弄 結果從160億 一路往下的結果 他當然會去抗議 抗議的結果 我跟你講 法院把這個禁止處分四個字 改掉了 但是改成一段的話 看了你也是怕怕的 叫做什麼 叫做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這句話一出來之後 你要來標的人看了之後 是不是又猶豫了 可是有人標 是市場傳聞 有這麼一個人要去標他 而不是說確定已經有人要標 誰 傳出來這個人 是龍岩集團的老闆李世聰 市場傳聞說 是他看上這塊土地 他要去做佈局 為什麼要佈局 我講給你一個簡單的概念 他現在降到102億的價格 換算下來 土地每平的價格大概是多少錢 大概是600多萬對不對 600多萬這個金額相較於附近 大陸工程所蓋的一個建案 一樣是在臨近 那個豪宅建案大陸工程 在2013左右的取得 土地成本這樣一算下來的話 大概是823萬左右 你想想看 如果附近的案子 他土地成本取得已經可以到800萬以上了 那麼這邊這塊土地 只有600多萬可不可以買 可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市場傳言說 這塊土地 會有人想要進場去標售 不是 這種複雜的地敢進場標的 就是他本身實力要夠 因為這要處理的 美美價格很多 而且資金的運用 也要比較充分一點 但是怎麼算都滑得來 因為現在大家每年聽什麼 帝王600多萬 600多萬就是600多萬 現在目前台北市的帝王 如果你是用公告限制的價格去買 你養 你就慢慢養 我就跟他說 你口袋要夠深 絕對華的 背景要夠最好 手辦要夠有力 如果李世聰標到這個案子的話 基本上他要先去還幸福人送 鄧文聰的債權 還完之後 這塊地就基本上就突銷了 對 因為是不法所得 幸福人送是不好 所以李世聰必須要去還 這一筆不法所得之後 他把這個土地搞不好 就變成他擁有的 也是一塊地王 是 咱們何苦幫人家算錢呢 也沒分我們 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這個 可是經過數據分析的 我們常常講說 這法拍我們不要摸 買到法拍的房子 不得家要有比較好的八字 我們用想的 今天郭老師跟我們用算的 跟你說 什麼樣的房子 會比較有機會 或者有這種巧合 變成法拍 你是在分析多少房子之後 得出的結果 一千兩百多間 一千兩百多間的法拍屋 他分析完之後 發現這個巧合 我跟你講 今天你整間 就是這間 你一定要看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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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四十六的法拍屋 都有遇到這個薩 叫玄真薩 什麼是玄真薩 玄真薩 你看一下就是說 他門口看出去 有一個電線桿 或是路燈 那好像一根針 在你門 所以你說的 被法拍的是這間 對 這間看出來 剛好有一個電燈 我跟你講 很多民意代表 每天就跟我們敲電火條 你知道嗎 就是住家門前點回條 明意代表就要去喬對不對 就不要 人家不要有這個對不對 對 有樹呢 樹一樣 但是如果說比較 就是比較直的 就比較危險 是 那我們這可以申請 跟台電申請改嗎 其實可以 可以 如果我出我的門口 剛好跟著我的柱子平行的 不是在我的門口中間 這樣可以嗎 那個比較沒關係 但是有時候如果說你 你旁邊是跟你平行 可是你對面剛好 沒有跟你對齊 他就對到了 對 OK 好 明白 所以這個有路燈 電線桿 這是玄珍桑 這個占46% 再來 第二名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叫鹿蟲 大概占了15% 鹿蟲我聽我爺爺講 鹿蟲的家只可以做家庭的 對 五金行 美容院 美容院做鹿蟲 開在鹿蟲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台灣鹿蟲 營業最好的是寺廟 廟 廟鹿蟲最多 不可以說廟是營業 那是 那是生土最旺 你這樣說 等一下 我們台灣香火最旺的廟 大部分都鹿蟲 那個新莊老街那邊 很多的大廟 他就是鹿蟲 而且都古蹟 都是古蹟 古蹟 所以如果鹿蟲 如果說越窄的話 因為我們說把它想成 是一個噴射器的話 越窄的話 氣流就越強 所以我們這些數據 其實都跟氣流有關係 所以如果一般住家鹿蟲 是我們沒辦法記載 記載得住 但是如果你做生意 最好不要住裡面 再來 什麼叫陰邪煞 陰邪煞就是旁邊 或是前面剛好是宮廟 那宮廟有一個問題 我們在傳統的時候 好像比較把它想成是民俗的做法 民俗的想法 所以有一些什麼不好的人 來這邊就是拜拜 然後把不好的放在這邊 所以你就變不好 可是讓我們從比較科學角度 其實它PM2.5 還有它的噪音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在我們估價報告裡面 也是把它當作是一個鹹物設施 它佔了6%左右 OK 不過這個 我爺爺說的話 他說孩子 你將來找房子 您住廟左廟右 不住廟前廟後 對 這個爺爺有交代 OK 好 再來 對大樓車道 第四名就是 剛好你的門口是大樓的車道 它佔了5.5% 其實它也是氣流的影響 因為有時候你看 那個地下室的車道 它要上來 它一定會加速 那加速一定會造成氣流不穩定 而且你看它那個口 我們俗稱叫虎口 如果你住在對面叫什麼 叫楊鹿虎口 所以這個其實在心裡的一個壓力 還有一個氣流 其實都是比較不理想的 但我有問過吳章宇老師 他說如果你是四線道以上的話 那個 而且車水 那個虎口的影響就不大 但如果是一個六米向的虎口 那就衝擊就大了 對 就距離比較遠 衝擊就比較小 小 OK 反攻煞 對 第五名就是反攻煞 大概佔了5%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馬路的圓湖外面 對 那一塊 其實這一塊也是氣流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交通安全的問題 像我有一個朋友以前住在高雄的 其南公路 那以前早期 那個十線十號國道還沒有開的時候 那邊很多砂石車 所以常常有砂石車撞到他們家裡面去 所以因為這樣他還在外面 住了一個牆壁 讓他不要衝進來 明白明白 那有一次我在買早餐的時候 也停在那邊 回來發現我的車窗不見了 因為被那個石頭打到 砂石車打到 對 因為他有離心力 離心力會那個砂石會掉出來 是 所以各位吃早餐要選好店面 OK 但是這個是我們講的法拍 這大陸有沒有法拍 這個法拍可以 你知道這樣67%還無人問津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灰犀牛 帶我回來 你說房子不降價你買不起 降67%可以買了吧 沒人買 沒人買 我們知道經濟有兩個動物形容 熊式牛式 錯了 大陸叫做灰犀牛 叫食人獸 為什麼叫食人獸 家裡吃人 為什麼我看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河北燕京 河北燕郊是什麼地方 距離大概北京大概 中心大概15到20公里左右 因為那個地方是接近北京旁邊 有個通州副中心 所以大家說 北京的房子買不起 我偷偷的去買什麼 16公里 20公里的燕郊 不是說要把市政府 往外牽了嗎 對 但是大家有這個遠景 可是這個就吸引很多手購 北京買不起就什麼 跑到燕郊去買了 太多人 後來什麼 投資客進去了 投資客進去之後 開始什麼 量太大了 要拋售了 二手房單價下跌 每一坪下跌一萬人民幣 這是什麼市場 好 房價暴跌67% 67%什麼概念 我們剛剛提到 法拍專家在這裡 一拍 台灣一拍是8折 百分之80 二拍多少 六四折 他這裡竟然等於是法拍屋 這等於是二拍的價格 罰人問金 還罰人問金 控制力四到五個月 也就是沒有人買 房價跌三分之二 好 這個很慘 那作為什麼慘的原因 你看這就是每一棟每一棟 雁郊的地區 大批的投資客湧入 2015的時候 全部什麼 買這邊的小套房 八千塊炒到三萬塊 對 每平米八千塊炒到三萬塊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現在是2017 為什麼 除了投資客之外 中央北京寄出一個法令 各位 你們這個什麼 投資客太多了 未來買雁郊這個地方 一人只能買一套 第二個你想買這個雁郊 請你提出三年的稅務 跟社保證明 很多人就開始了 這個叫宏觀調控 一調控下去了 這個之前是漲幅比北京還高 現在什麼 三萬塊跌到八千 所以是 以前買的也要溯及既往嗎 當然 中國大陸是很厲害的 好 所以這個是抑制房價 宏觀調控 讓這個地方燕郊變成鬼城 好 那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這是個人 公司 完了 最近大陸完了 這叫做債務 什麼叫債務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有一家叫家園公司 在上海掛牌 竟然什麼 他竟然有一筆3.5億的人民幣的公司債違約 好 你叫公司債什麼意思 公司發了債 公司債違約 因為他在香港上次 家園在香港上次 整個香港的房地產的板塊 蒸發了1200億的人民幣 好 那就發覺什麼 另外這個是所謂公司債 但是我們看大陸的房企 債務向銀行借 今年到期1.823兆台幣 這相當於我們台灣一年的什麼 國民稅率稅出的總額 所以大陸房企出現了什麼 違約 公司在違約 另外的什麼 我發行的所謂的 所以他們肯定要跳樓大拍賣的 跳樓大拍賣 好 現在跳樓是誰 跳樓是普發銀行 普發銀行最近什麼 這是一個上海的普發銀行 最近什麼 轉售14套房產 大家覺得說為什麼 連銀行都要什麼 拋售房地產 代表未來全景很大 全景堪憂 然後另外大陸整個23家 上市公司發布 全部都要賣房子 上市公司跟所有的銀行 都要賣房子 大家以為說 我們去撿這個便宜 錯了 大家說忽然發覺說 這些都是什麼 發出來的這個房地產 都是騙子 我們是承接騙子的什麼債務 所以你知道 這個大陸中央領導人講的話 是我們台灣同胞 不太聽領導人講話的 就是你講你的我聽我的 可是大陸同胞是很聽得懂領導人 在講話的 我一個上海的朋友 就習近平講了一句話 說房子是拿來住的 不是拿來炒的 第二天他就賣房子了 好了 還好跑了 所以清皇 大陸的房地產專家市井 說蓋太快不能買 而且他講的人是 這個中國的綠城房地產建設 董事長這樣子講的 他還苦勸他的同事 在這一兩年千萬千萬不要買房子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其實是因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商 蓋房子速度真的太快了 40天蓋成房子 你不覺得很奇葩嗎 我們怎麼證明他40天蓋房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碧桂園 3月 咱們看這空拍圖 3月22號還在整地而已 OK 3月24號 這已經這個結構都出來了 OK 3月31號已經往上蓋了 各位 22號還是一塊地 31號已經有這個 這個雏形了 這還不算什麼 這不過才幾天 對 十天 對不對 來 4月3號 他已經往上要搭樓了 3月22號到4月3號 4月15號 他已經怎麼樣 連公共設施 花園那個水池都挖好了 OK 然後4月20號 各位燈都點上了 郭老師 你們搞建築的 你蓋房子跟人家學一學 OK 台灣呢 蓋樓最快要20個月 人家從3月22號到4月20 人家一個月蓋出燈都可以點上了 正常在蓋房子 你一定是從開挖打地基 然後再開始從他的一樓 慢慢往上蓋 那整個的過程 其實我們看到標準的做法 大概是從地下3樓 地上17樓 大概通常至少20個月左右 郭老師 他是不是用快乾水泥 有可能他是用模組 他先把那些 就像那個樂高積木一樣 對的 不是 他如果是有模組 而且確定這個模組模式是安全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今天會討論這個議題 是因為碧桂園在之前 傳出太多公安事件 廣西 上海 然後你看到杭州或哪裡的碧桂園 陸陸續續有怎麼樣 有是在搭那個工架的過程裡面 塌了 然後死了工人 有是那個地基塌了也死了工人 那狀況非常多種 後來發現一個事情 發現碧桂園內部 他們老闆楊國強 發了公文給內部講什麼 講說我們碧桂園就是要拚什麼 拚高周轉低成本 什麼叫高周轉低成本 我在銀行是不是借了一大筆錢 來蓋房子 我趕快開工趕快賣 我就不要卡那麼多利息 對 我的利息就越低 我越快開工利息越低 所以你知道在他們裡面 你如果從比如說 這個建造發下來之後 你如果在四個月之內沒有開工 基本上FIRE掉 如果在公期七八個月之內 該完工的那個進度沒有完工 對不起 FIRE掉 也就是對他們的員工來說 都有被FIRE掉的壓力 反過來說 如果我能夠準時開工 早一天開工我就多了獎金 那你想想看 你是碧桂園的員工 你會加快速度 還是我慢慢來 你一定加快速度 要不然的話你會被罰錢 你會被FIRE掉 其實你說被大陸的房地產專家 這樣子點名碧桂園 我覺得對他的商慾是有傷的 你反而更難 對不對 很傷 所以現在我們在台灣 都講法派物 可是我們通常不懂 大陸的法派物是什麼邏輯 郭老師 大陸的法派物是在哪邊拍 大陸法派物其實 現在可以在淘寶網 還有近東網可以拍賣的 淘寶網 沒錯 厲害厲害 他線上就可以下單 然後那個 把保證金存進去就可以投標了 所以他們速度很快 人家多進步對不對 我們還要去法院 是不是 他們的這個 大概有多少的法派物 其實他去年2018年 相對於2017年 其實他大概成長了61% 法派物成長就表示這個行情 是不是不好的 如果說以淘寶網來講 他的成交率 他的成交量變多了 這是好的 但是如果說以整理經濟環境 其實你看法派物增加61% 其實代表說有很多人 錢講不出來 然後被法派了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數據 是根據說 這兩個兩大網站所得到的 然後他尤其是在我們 中國的一個四線城市 就是北上廣深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這四個在去年最後那四個月 他們的法派物的量急速增加 那這個其實是很恐怖的 那這代表說他們的不良資產 其實有大幅增加的現象 那第二個我們再去看說 他的叫做變現折扣率 變現折扣率就是上面分子是變現 就是他賣價 然後分子就是他當初的估價 所以這個月低代表說 他價格一直在往下拉 那第三個數據叫做成交率 成交率也在下跌 代表說很多人在第一拍 第二拍都沒有下去飆 等到第三拍或是讓他流飆 就是價錢會要更低了 好 雖然這個價格一直下跌 可是不要怕 因為還有一群人可以 就中國的房市叫溫州人 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回來看看 溫州人有沒有出手 國瑜大會 國瑜大會 聽說觀察大陸房是要看溫州人的動向 沒錯 因為現在就連溫州樓 都已經開始不炒房了 因為當年的房價崩跌 真的是讓他們異鄉深刻之外 他們的身家資產也大幅縮水 我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叫做小C 小C他這家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 他現在在阿里巴巴上班 薪水很好 可是他不買房子 他也跟他所有的朋友都說 不要買房子 因為炒房的下場非常非常的慘 他們家就成好幾億的一個身價 到現在是負債累累的一個情況 話說溫州人炒房多麼厲害 1999年溫州人自己開始掃自己的 溫州的一個房價 當時一平方米也不過2000塊錢 短短三年一口氣漲到7000多塊錢人民幣 所以那個時候全中國大陸 就看到溫州人炒房的一個實力 2000年的時候 上海有好幾個新的建案 就在溫州報紙登了很多的一個廣告 溫州人一看機會來了 燒舊了150個人 搭了三列的火車 直接到上海來看房子買房子 一口氣砸了5000萬人民幣 上海人就看到厲害 溫州人太有實力了 結果沒多久 一個月之後 溫州人又來了一批 一口氣又花了8000萬人民幣 買了好多房子 他們的一個炒房的手法 其實我覺得跟台灣人也滿像 當然就是他們引領這個 炒房的一個風潮 包括說 就是從右手進 左手出 跟媒體跟建商合作等等 好 問題是 當房價炒到頂點之後 中國大陸有一些限縮的一個政策 限購力 對 限購力 所以溫州的房價 從2011年開始崩跌 到2014年幾乎是腰斬的一個情況 因為已經腰斬 可是你在溫州 溫州當地人 他們買房子都是貸款 比如說你貸了500萬的話 你一年要還的利息 大概是8 90萬 非常高利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就出現了 一個資金斷鏈的 所謂的地方 他在溫州當地人 在溫州當地人 沒有資金斷 就像我的資金斷 是在溫州當地人 都在溫州當地人